随着上诉庭上个星期推翻高庭的判决 改判被告沙里尔加卦谋杀表队成立后 被告今天重新被押到亚罗斯打高庭面控 法官则定是2月28号开始连续审讯4天 并且会带步传证被告的父亲 警方等各个证据出庭共证 迎亲案情人员 早上8点30分 与死者朱月的父亲朱雅秀 在公正党西堂区州议员林贵易医生的陪同下抵达高庭 半个小时后被告沙里尔加卦在警方押送下 护入法庭 被告怀有8个月生育的妻子和家人也抵达法庭公审 案件定在12月28号开始一连审讯4天 期间会再度传照被告的父亲 警方 澳洲领事馆员 陆路交通局官员和媒体等各方出庭共证 变护律师三苏苏莱曼要求法庭 在开庭之前将被告关押在双心卯诺监狱 方便让怀孕的妻子探视 并将开审日期延后到明年 好让被告的妻子安心生产 不过这两项申请都被法官驳回 另外在这两项一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